探說 各位學員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來這裡跟大家共同探討 我向民主黨的命令來講 我們這次去華盛頓DC 酒會的一些 趣味的事情 這是本人 我們現在先說 我們現在說到 在2008年二月初日的時候 我們臺灣民政府是根據 萬國共和建政法在北京正式成立 就是說因為我們2008年到美國 然後在2008年的時候 因為美國會把我們教 就是 他們就放棄看變權 然後他就一步一步跟我們教說我們要怎麼樣 教我們台灣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台灣民政府就是 林志森等228個人控告美國 就我們這個團體 他就教我們這個團體 所以要怎麼走政治這條路 他就跟我們說 你怎麼先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在2008年二月初日的時候 秘書長就向美國跟我們的指示 我們就在台北正式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因為美國他所軍事站的每一個地方 他都會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那時候六日六日都很長 後來美國軍事政府就是說 要簡稱這個美國軍政府 並減一日 所以我們就把平民的平台條 我們把它變台灣民政府 其實古早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那是衍生叫做台灣民政府 那所以你要改成 人家這樣告訴我們 你怎麼不是台灣平民政府 有啊 我們剛開始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那是因為他們軍事政府改 他們的名稱有點改 所以我們就跟著他改 這樣他倒股了 再來就是在2010年七月初日的時候 沒有2010年四月二五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基盤一個全球代表大會 而且我們很圓圓的落幕 那時候參加的人 參加的黨派 有那個農民黨 還有民主黨 還有共和黨 那時候參加沒有民進黨 國民黨 沒有 我們參加這些黨派 也是跟我們做會 跟秘書長做會 跟美國的人士說 組成的一個黨派 也是美國跟我們 就是我們學美國的那個 我們學美國那邊的那個政治 民主黨有共和黨 我們這邊台灣就成立民主黨共和黨 這樣齁 然後我們共同選出陳仲母主席 做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陳仲母先生做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再來一年七月的設施 美國的 他有邀請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的華盛頓DC設立一個辦事處 一起到今天 我等一下會放央片給大家看 因為這不是只有紮民說的 以前都沒有照片給我們看 我們這次去美國我們就把它攪回來 我們就像我們國式攪回來 攪得很漂亮 然後等一下給大家看 我等一下再放給大家看 再來在九月設施的時候 我們在七月設施在那設辦事處 然後在當年的九月設施 美國邀請我們跟美方共同基盤一個酒會 一個第一次的酒會 就是說 2008年的時候 九月設施美國跟我們台灣民政府共同基盤 一個酒會 給美國民政府的行動是 宋美齡以來 台灣人最快的成功的酒會 這就是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政策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給我們台灣的未來 記入一個一絲的 真正的見到一絲的希望 那時候 因為 我們的法理學院還沒成立 我們那時候還沒成立 所以我們的技工很少 我們也都沒有一些 錄影設備 我們去參加那時候 美國他們有七八十的人 我們 當時我們跟十幾的人參加而已 我們台灣 我們民政府這邊 因為要去參加這個 我們完全都沒有經費 都是每一個人要去的人 自己頭腰包 一個人都要十幾萬 因為那時候 去說要十幾天 我沒有參加 我沒有去 我是有出錢 但是我沒有去 我拜託 民修長找人去 他們十幾人參加 我們如果沒有錄影設備 我們現在 這裡有一堆 這堆錄影大 可能技工那裡 你如果有興趣 可以幫他 幫他洽詢一下 這就是美方 他把我們錄的 我們的當初的錄影 實況 他把我們錄 然後他把錄影 拿我平塞 給我們民修長 民修長把他copy幾百塊 我讓我們當時的技工 每個人去認購 我那時候認購兩鄉 我有送一些給民修政府 所以你們待會兒給問 不知道有賣料 如果有的 你們可以拿回去看 這是真的 我剩一塊而已 所以這塊我自己要留 我留這塊而已 真的有這個東西 不是都空手部機 這樣亂說 我們真的有錄影存證 這是美方給我們錄影 第一次的酒會 然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報告 說第二次的酒會 再來 在冬年的11月 我們就 9月8號 我們是第一次的酒會 再來 冬年的11月 我們第一次的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我們現在已經76次了 本人是第一次的學院 當時呢 因為我們2000塊美年 開始成立台灣平民政府的時候 美術長就一直去找場地 找場地 因為大家聽到台灣民政府 走到要死都沒有人敢做我們 不然就做金要拿很貴 我們都沒有錢 我們都沒有錢 我們國美國都是完全都靠 同時跟他們一樣力量的人 大家出錢的 開律師費已經很恐怖 開到很怕人 我們國美國這樣過幾個年 那律師費每一個起訴 每一個起訴是三萬塊美金 三萬塊美金代表九十萬 九十萬都是大家這樣傾 五千一萬 一千兩千這樣的人這樣傾 然後叫律師 到外國這樣一直就跟美國投降 我們 怎麼大家有辦法撐下去 大家是都 甚至我們當時 還有美國這些人 還有那個資源回收 都扣二十萬的 歐日桑 他一天如果說要關的時候 他都扣五千 你看他五千塊他要扣多少 他要去減多少的那個紙相告 或者賺五千塊 都義無反顧的 都捲給了人民政府 而且不是一次 好幾次 幾年來都一次都關五千 所以我們今天有很多人 苦心驚起來 你不是說 你來這裡開 就是有繳一些 一點點學會 不是學會 就是住宿會 因為我們住一家 我們幫人找人的民宿 民宿這個地方 我們有繳一點吃飯的錢 一點那個住宿的費用 這樣很多 其實 你看到無名英雄下的錢 比你們現在的付出 有很多 他不管 他不僅是付出時間 精神 你現在還有金錢 金錢的付出 而且這些人幾乎都是第一屆那些人 都是第一屆的人 都是第一屆的人 我告訴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一屆成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有這間辦公室 我們怎麼用這間大樓 要讓我們用 那時候就是游先生 就是我們的處主 他就正知道阿公出來去聽秘書長的演講 秘書長 他聽完之後 他就很認同秘書長的想法 他這間以前是老人院 但是很久沒用了 他在台中市裡還有幾百間 他這間就沒用 這間是十多年都沒用 所以很比較 算是沒人去使用 就有生病或什麼 他就要讓秘書長用 這間 他整個都賺小鬼 花三四百萬 花三百多萬 也是這樣慢慢輕慢慢輕 剛開始我們第一次的時候 很冷 大家 我們第一次到第七次 大概第八次 我們像每一個人 還錢到十幾次 都自己要拿稅帶來 那時候都 因為金費不夠嘛 錢都沒錢嘛 我們都要自己拿稅帶 自己拿金費不夠 不是你們現在來都有碰槍 然後有皮 有什麼 那時候沒有那時候冷到這樣 第一次開始第一屆最冷 科研 上天科研 我們有那個毅力 有點堅持下去 但是我們那時候很冷 很艱苦 還有但是 我們這個工程款 都是開機票 還有人會來討錢 因為機票卡要付錢 那時候很痛苦 真的不曉得要講 以前怎麼講 但是我們硬撐下來 大家就說 五千一萬 輕來講 快六支票 然後又慢慢地 慢慢地 慢慢地 然後我們這樣子 雖然很艱苦 但是我們很高興 為什麼我們 我們真正有了一個根據地 沒有我們找很久 都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說 讓我們 可以訂金下去 我們這裡是直接 訂金下去 讓我們可以這樣 慢慢地擴展 我們現在已經 達到三千幾個 所以很不簡單 尤其 從第一次到現在 七十幾個 秘書堂 沒有一次缺席 沒有一次沒來 我 我有當時還會偷懶 我想說 我 很累的沒去 懶得來這裡當志工 秘書堂 我這次沒有 他七十幾個 都 都沒有缺席 你很佩服這個人的毅力 我說 我們三千幾個裡面 最有毅力的時間只有他 我 我也 跟不上他 我雖然 兩千塊老年 對美國 到現在 但是 我也沒辦法穿他才有毅力 而且他都三天 我都是 我現在 發病毒 都只有禮拜才來而已 以前 我都一定要 禮拜五就要來 我 我現在已經太久了 我 我沒辦法長期下來 我都禮拜 算禮拜一天來而已 他是三天 五六日 五六日都在這裡 有時候感冒也是在這裡 他也在這裡值班 我說他 我們大家都要很佩服這個人 真的毅力非常堅強 不然這樣 可能 真的這個會刷 太艱苦了 不然這個人 帶頭 真的整個很辛苦 再來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是都叫同學 還是學員 剛第七個的時候 彼士長那時候 就把我們開一個幹部 我們每次都會開花 他就說 我們要來想一個名稱 每次都叫同學 叫學員 到外面的機關 他們做幹部訓練 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沒辦法顯示說 我們想一個新的名稱 讓我們聽 這就是我們民政府的人 會想外科的學生 結果大家想想說 沒有用這個同心 為什麼叫同心 同心就是說 大家有共同一條心 要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希望台灣再有一個新的環境 所以就叫同心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都會說 這是我們的同心 你如果聽到同心就知道 他來上過科叫做同心 你就知道 有人跟他解釋說 希望你是怎麼叫學員 就有這個原因 我就一項一項給大家介紹 有時候剛才有很多 很陌生的名詞 你不知道 所以 所以 自那時候開花之後 第七次開花之後 我們都叫做同心 然後你如果聽到同心 就知道這來民政府上過科 外面應該沒有這個名詞 再來 再跟大家感謝 第2邊就是 去年的9月6號 2013年的九月初六 我們基盤第2邊的 台灣民政府在華盛頓市集酒店 基盤的酒費 減基者費 這也是美國把我們教的 因為美國 看我們分年三年 又分年三千幾個人 很不簡單 尤其我們每個人都要繳一些費用 你去外國 可能 也很難得 有這一種團體 也很難得 有一種團體 還有三千幾個共襄勝局 所以美國他很感動 你說 你們四千萬要搞 你們趕快來辦 再來辦一個 酒會 兼記者會 因美國 他好好出卡手 其實就是 互相在演一齣戲 我們辦這個集會 他就會給我們回應 當然我們去辦這個集會 我們一定有目標的 我們不可能這次花那麼多錢 沒問題 我們就是去宣告 對 我們的主席 去幫我們做這篇文章的宣告 這篇文章的宣告 目前美國還不會給我們回應 我們也希望他 可以給我們回應 我們是要求 你要發行旅行證件給我們 比照那個流球模式發行證件給我們 但是目前他還不會給我們回應 我們實在是很難 我們還在努力 我們在想辦法說要怎樣 比他趕快回應 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這次第二次酒會的重點 就是去發表 那時候參加的人 有 美方有差不多78的參加 我們這邊有32的 總共有100多個人 很老的 跟每一個美國來的官員 參加的官員跟記者 我們都有送他這兩份 一定都送他這兩份 還減一些其他的宣傳單 就是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辦 酒會的意義是什麼 當然 當然 我們就是說 他辦那個集會 甚至我們有邀請 邀請美國的ABC電視聯播王 朱祁林就是在2012年 專訪美國總統歐巴馬 那個主持人叫Score Human 他來匯長跟我們主持 這天是很大的 我們本土台灣人熱烈請客的 匯長主席 曾根獻招主席 他有發表一個重要演說 就是這篇 演說的內容 我待會跟大家解釋 我們曾根獻招主席 就是我們第二屆的主席 他是在台灣唐醫學院 趕快去日本唐醫學博士 來到日本行醫 在日本有開一間很大小的便宜 他是日本腦科的權威 他這次他做我們的主席 他很辛苦 他從他開始做主席 我們欠那麼大條的錢 都是他去出的 我們先有這個主席 幫我們支撐 這就是我們去 我們去酒會 本來也很新聞 有參加到第二次的酒會 第二次酒會就是 就是我們在那個 雷根機場的那個 子女 我們 在雷根機場那邊大家合照 合照之後出去 我跟大家報告說我們這次去 去基調去參加酒會的一些趣聞 就是因為本來是案18的人要去而已 後來 報名結束的時候 既然30幾個報名 我們要報名參加的人 一個人都要自己自 那個飛機票的錢 還有旅設的錢都要自己準備 我們台灣跟美國 將近7萬塊的機票 6萬7千萬 還住四天五天的理想 我們都住五星級的飯店 一個人 都要四五千塊 一個人 四五千塊 所以一個人自費10萬塊 10萬塊一定是不夠的 多少 郵先生都會把我們盜出一頓 就是 報名的時候有30幾個 密書廟就說 這麼多人報 那時候定12點 定18點幾票而已 後來就說 好 大家如果這麼有心要去 這些人 要刪掉 大家都很重要 不能刪 不知道要刪什麼 要說 好啦 中期中期了 好啦 趕快再去找12張機票 想辦法再去買12點幾票 還有我們婚禮會總會長 帶隊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本來是 剛才是第2票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2票的一些趣聞 我們就是9月設施 會知道9點 在討論機場 做會出發 一直 30幾個做會 坐討論機到東京機場 東京 由東京到分這兩票 第1票呢 就是由東京到特律 18的人 由東京到特律 然後由特律 又轉分機 轉到華盛頓DC的雷根機場 第2票呢 就是由東京到亞特蘭道 然後又由亞特蘭道 搬到雷根機場 我都一定要來搬兩三次 搬兩次 因為我們第2票嘛 我們就萬差不多1點前 我差不多在東京差不多4、5點 4點5 就很順利 坐上飛機 坐美國那個達美航空 他們的機票那麼燙 你如果要坐藏龍又那麼貴 搞不好 可能要花到15萬去 然後我們就坐達美航空 然後就順利到亞特蘭道 八十幾個小時內 飛了十幾個小時 到亞特蘭道 當我們12的人 到亞特蘭道 那個海關的辦公室 那個大廳的時候 看著都看著 整個大廳都是人 排幾個再幾個 一兩百二三百的那些人 我們排到來 可能要一兩小時 分機又四十幾分 就要飛了 因為本來是暗中 暗中有一個多小時 但分機有延遲到 有那麼暗 暗中要半小時 我只剩四十幾分就要飛 這樣一定不會好 我如果要過海關 排到來的飛機都會走了 那時候我就很怕 說慘 萬一如果坐不到分機 隔一天就要辦一會 這樣要怎樣 因為 你這兩十二的坐不到 你要坐下一班飛機 不一定有十二位 有可能兩三位 兩三位 你就分很多飛去 很多飛一定會 延遲到 一定沒辦法 沒辦法 十二的人做飛 分幾個飛就差 就很麻煩 後來潘娘王副主席 那時候就跟我們十二的 召集起來說 我們快要開一個會 臨時會 看要怎樣 有改革的方法 結果 就大家一直想說 要怎樣跟美國海關說 可以讓我們有快速通關的方法 潘娘王副主席就說 那個美術長有交代 那種邀請案 放他那裡保管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保管一項東西 要去都很多 帶很多東西 每個人保管一些東西 他就保管邀請案 邀請案全部都是英文 但邀請美國官員 或是美國的記者來參加 就拿到夫人 那夫人說 沒有我們來說 拿這個邀請案 記票 還有我們台灣 台灣ID 我們台灣公民身份證 我們一定都有帶 我們每次出國 我們一定都有帶 說我們帶這些東西 來跟美國海關 跟他溝通一下 接車 看可以讓我們學徑通關 也有說 沒有我們想去 要飛去也不會付 結果夫人就說 好了 因為我們裡面 他英文講得比較好 他就去 他就拿記票 拿邀請案 就拿我們的身份證 去 去跟美國海關 去跟他接車 去跟他沒有10分鐘而已 他就把我們握手 就說 快點快點 他要旁邊 上旁邊 過台他要開 讓我們過 讓我們去那邊過 我很高興 你知道 我們12個 靠岡床 慢慢走 那邊他給我們看 說 我們這次是 請世衆的人 走去最旁邊的檢查問 結果他真的 由美國人兩個 那個官員 他就開一個檢查問 讓我們12個 給我們看我們的身份證 看我們的身份證 看看 趴勢趴勢過 他都沒有給我們問 就都給我們過 很快差不多10萬分 就全部通關完畢了 我們大家很開心 說 真的 我們這個 那條身份證 真的可以用 美國海關 都給我們看 都給我們過 然後 我們就 很順利 大家 想說 就不延遇到 大家就趕快走 趕快走走 因為 差不多20分 飛機就要飛了 10萬分 我們一定要提早去 不可能 我們就 我們大家就 一直走走去 很順利就搭上飛機 然後就到雷根機場 跟第一隊 大家在那裡集合 集合後 我們就 我們那時候有說 在雷根機場 大家都坐 飛坐 飛坐後 跟大家一起出海關 所以這就是 我們大家在那裡飛坐後 就會出海關 我們在那裡 出海關 出去到海關 晚上八點五 在美國晚上八點五 你從台灣到那裡 已經一天一夜了 二十幾點前 的飛機 還在那裡等 已經二十幾 只要一天一夜了 大家都很疲勞 出海關 就八點多 這就是 我們去 美國文化飯店 我們在那裡 文化飯店 剛開始 他叫我們 掛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就順利 他告訴他 你掛不到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他就順利給我們換 他給我們換 中華民國跟台灣民政府的旗 你看 他就給我們掛 我們再告訴他 這都早上 這都沒聽 我們剛剛說 不對不對 我們跟中華民國完全不關 你看他 趕快把中華民國都拿到 掛台灣民政府旗 這支是台灣民政府旗 這支是華盛頓 這支是華盛頓 DC就是華盛頓特區的旗 他們的旗子 這是酒店的旗子 這支是美國旗子 他就把我們旗子掛上去 美國他什麼都不怕 他都掛 我們去日本三邊 去日本三邊 去他們的巨蛋酒店 最大間 日本最大間的巨蛋酒店 我皇宮最近的 拜託他我的旗子給我們掛 都不敢掛 說掛在門口 這樣 過時問他這樣 把我們掛在掛在公告欄 我說你要把我們掛上去 不敢 日本人他不掛 日本 一家人在日本 有 有日本的朋友聽到 拜託 你要跟你們政府說 不用怕共產黨 要好好掛 要像美國這樣 我們旗子去三年 都不敢掛我的旗 都不敢掛我的旗 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飯店 我們那個 我們一間中央閣員 會在那裡拍照 拍照留念 這就是隔一天 我們去到八點 也去到九點 又去到九點 又去到九點 葉組長 他就先給我們準備 一顆很大顆漢堡 要給我們做晚餐 那時候晚上也沒在吃 隔一天早上 隔一天 我們就要辦酒費了 那時候 就兩點多了 我們就大家要去那裡集合 先去那裡佈置場地 我要去之前 你看美國 那個美國 那個美國那個飯店 四地酒店 我們在文化飯店住宿 四地酒店很貴 四地酒店一個人 一枚就將近一萬八 所以 他真的是一名聲 不然他的狀況 不然比文化飯店還好 所以我們剛好笑的間 然後你看他就先把我們 準備掛我們的旗子 我們剛好讓我們的學員 發早去的 快把我們拍照到 很用心的 他那個飯店很重視這一次 就把我們 這個我們的市長 他看到說 旗子掛上去 很高興的 在那裡拍照留念 這個學員的 慢慢告費 大家都在那裡拍照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主席 曾根獻召醫生 他是我們的曾主席 曾根獻召主席 曾根獻召主席 美國一些遊客來 看我們在那裡拍照留念 也加入我們的拍照 我們也把它拿起來 很趣 因為我們很多 高山族的朋友 穿他們的那個 他們族的衣服 在那裡很努力 然後我們就準備 這是四地酒店的前廳 頭前那裡 這是我們就去主席的房間那裡 他躲在四地酒店 因為他那天 他比我晚期 我自己先去 他躲在四地酒店 我就先去他的房間那裡 去跟他拍酒 然後我們就陸陸續續 進入四地酒店 這就是我們辦酒會的大廳 那個場地 很大 很大廳 這 等一下我 這廳很大廳 你看 這有聽到台灣西北郎人門 晚上六點到九點 在飯店裡面 將我們台灣民政府在辦酒店 也把我們掛牌掛上去 所以連酒店他們都很自動 因為四地酒店就是 美國華盛頓DC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子卑 他如果要有重要的發表 的宣告 他都會借用四地酒店 那是一個百年歷史的場地 那種風不好 因為他很古早的 這酒店歷史很悠久 可能要幾百年 所以他不是很好的狀況 但是就是 就沒辦法 他有一個指標 所以他這麼貴 你也是要把他做 是很貴 不過也沒辦法 因為美國就是 他們就習慣就是用這個酒店 他們記者就會過來 他們記者就會過來 因為我們很早就去 兩點沒有去 然後有些人在佈置場地 我們走到很冷場 冷場 今天是到場面很強 因為這些人 都沒有人參加過第一遍的酒會 我們都不知道 這全部都是新朋友 我們就臨時準備一些節目 我以往都去說一些歌詞 在那裡準備 萬一人冷場的時候 我們自己 就做一些臨時的節目 大家都多彩作業 在那裡練唱 參主席嘛 現在 大家在那裡練唱 員工 酒店方面你看 把我們的國旗 誘得很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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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的國旗 這也要誘 我現在等一下 我想到 我們自己的國旗都沒有誘 人家酒店又誘得很爭氣 令人家帶我來 國旗都會誘得很爭氣 那就大家都在那裡 節目安排完 大家在那裡說 等一下要怎麼走 這一位先生 就是美方的總策劃人員 那這次酒會 所有的策劃人員 他也三點五就有 他就在那裡 這夫人 這我秘書長太太夫人 他就在那裡 我們就在那裡討論說 等一下我們那程序怎麼走 這是我們的副議長 他就在那裡 跟那個員工作為在那裡掛的 我們這個 台灣西部加班門 這個招牌 我們就 他們就 他們都在那裡唱歌 準備 準備等一下 那個 這是正面 這旁邊都很看 這旁邊都好大 這酒 這間信道主席跟郭會長 這六點九 大家都說 各就各位 我們都有分配工作 現在 你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就差不多四十位都有我們的人 只要他們 美國人進來 我們就有人去照顧他 跟他打酒 不要冷靜 不要說來 說第一便 第一便聽說 因為 因為 參加的人都一些 很老的人 大家上班 我沒有參加都 年紀大一點就參加了 結果 可能 很避暑的 都不敢跟外國人 那裡 你看他 就知道 他說 台灣人一頓 美國人一頓 那些人都不敢去跟他們打酒 然後 我們慢慢就 打開這種僵局 我就說 我不行這樣 所以我就 每個人都有分配工作 這主席 高沙主委主席 雅虎 夫人 潘副主席 這就是我們的紀教授 這是高雄組長 紀教授就是 在德國尋找一個教授 他是博士 他這次 他在網路看著秘書長的言論 毅然 毅然不知道 第五次第六次 很早 他就回到台灣 退休 回到台灣 跟秘書長 共同來奮鬥 他很客氣 他人修養很好 也幫我們付出很多 什麼活動 他都會跟我們參加 因為他語言能力好強 可以說德語 英文 幾個國家的語言 美國官員第一個進來了 這次 就慢慢陸陸續續 就有他們的官方代表 一直進來了 也有其他國家的代表 這次 也有日本跟韓國的 駐美國的代表 一定不是大使 是他們裡面的員工 就是在裡面 辦公室裡面的 那個 那我們就邀請他 他派他們那邊的代表來 這位女士 我剛才有一次 touch到 她是在美國國會上班 她跟先生做會來參加 她很早就進來 所以 我那時候就去跟她打招呼 美國 美國方面 這次有78個人來參加 這一位就是scott human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他那時候2012年 訪問那個歐巴馬的主持人 他這次也很早就進來了 這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這次就會主持人 啊 我們這一位先生 他穿高雅子 他都不穿什麼 他那次他最穿 他這裡都會穿他而已 他對 有一位先生 應該是這一位 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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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來 我們台灣留學 所以 他在那裡都跟我們說 都說法語 這讓大家看說 真的美國官員 都陸陸續續 七十幾個來 這兩位就是 我們邀請他 他做我們在門口裡面 過濾 會參加的人 你要有邀請人 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我們才會請他去 因為我們也怕說 是不是國民黨什麼 他們派人來亂 所以我們也很謹慎 我們那天有兩個保鏢 在門口那裡 一個拿藍波很醜用 在國土這個地方 一個門要進來 進口那裡 飯捷他自己也請一個 我們兩個在那裡 把我們照顧 這是我們的台南州長 他在英國留學 他跟美國官員在那裡交換名片 夫人跟他在那裡交換名片 在那裡聊一些事情 在我們紀教授 他那天最怕要穿酒酒 我們每天都隔年幾代 只要他穿酒酒 我們開始了 我們7點正式的開始 我們的主持人開始起立主持節目 這一位先生 這一位白頭髮先生就是 那個國務院裡面一個記者 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有他 第一次我們有看到他 他是 第一次他有來拍照 有我們的酒會 第一次他也來 國務院那邊一個記者 他那天他很認真 他拍好多 我們主持人要請主持去講話 就是宣告 念這篇裡面 這個文章 這 現在我要跟大家 我就有跟大家說 我們在7月4號的時候 在美國華盛頓DC有設立辦事處 以前都只是坐在臉看 我們都不知道辦事處是真的假的 還是放在哪裡 這就是我這次去 我們在那拍照 隔一天 第二天的行程 第一天是辦酒會 第二天的行程我們就是參觀我們的辦公室 這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他剛才在那一間大樓 那一間大樓在那個樓裡面 拜150號 我們說150大樓 我們有一些人先到 先在那拍照 留合照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辦公室裡面的會議廳 他現在就是跟他說 美國他軍事占領人的 他就怕 戰爭 他把軍事占領人家那一個地方 他一定在那裡 一定給他設一個平民政府 平民政府 他一定要在美國一棟大樓 就只有這一棟大樓 這叫做美國聯邦大樓 就是伊奧武林那個大樓 設一個辦事處 一間辦公室而已 洗一洗間而已 就是有什麼事情 因為華盛頓DC是 他們美國所有的機關 他們的重要的一些國家機關 都集中在16公里裡面 他一個零行 華盛頓DC是一個零行 然後 他是16公里 建方的一個土地 他們所有的辦公室 他們所有的國家重要的機關 都在那個地方 他在這棟大樓 就是 平民政府要只要有一間聯絡處 有什麼事情 他跟那個人聯絡之後 他那個人聯絡回到他的國家 然後就做中間人這樣子 這是他們美國 一直都是這樣子做 所以他當初 接著伊拉克的時候 兩三年前 怕伊拉克接著伊拉克 伊拉克設一個平民政府 他也是一種大樓 有設一個伊拉克的平民政府 辦公室也是在那裡 他現在就是 我們是他的軍事佔領區 但是他是叫蔣介石集團 來代理他管理台灣 所以我們蔣介石集團 都叫做台灣的管理當局 真正的軍事佔領方 是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一樣 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但是以前我們台灣人 他黔米糊塗 因為我們每年都買武器 買幾百元 然後他就不告訴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真正的歷史 我們的國際地會 他都不想跟我們講 他也不想跟我們講 那是跟秘書中 林志先報仇 他是國際戰爭法 他在日本拿到國際戰爭法的博士 後來 他研究 他就是 這張書很長 那他以前的 你看他的車就知道 他因為某種原因 他從中國回來 回來後 他開始 中間送給他 破壞到財商給他沒收 他在中國大陸 設立四間學校 四間學校都給他沒收 他甚至把他抓捏 他是勵進千辛萬苦 逃回台灣 他就咬著 他後半四人都要做台灣的儀工 他說 我這麼聰明 像我這麼聰明的人 我就 對共產黨就沒辦法 我給共產黨給他 把他撥到 破散了 台灣人還有人會比我聰明 這樣台灣人是要怎樣 要怎樣 一定給共產黨撥到他 台灣人一定拿共產黨沒辦法 所以他一定在下在關心 他要替台灣人做一件好事情 如果沒有共產黨要給他破壞 我看到他的毅力沒有這麼堅強 他就是 真的生命那樣 因為他說 他這是聰明 他要替台灣人做這件事 他毅力很堅強 不過我就很佩合他 這真的 我就說這樣 沒看到這種 這種有毅力的人 所以 平民政府 不是美國請再搖聲一下 台灣可以去搜 因為我們加密國 我們加密國 我們加密國 然後他放棄抗變權 他知道說 你台灣人精神 因為他都 他把我們暗藏 我們都睡 所以不知道我們真正的地位 然後秘書長去改革之後 他說 原來你們台灣人 這兩百多人醒過來 你真的就是 他不得不 好 你臨時生這個團體 你在這裡設一個辦公室 他就把我們加 我們在這裡設一個辦事處 這是美方 因為我們改革的關係 你看 他有沒有叫民進黨 叫國民黨去設辦事處 沒有 只有我們這個團體 我們也不是黨 我們是政府 他把我們成立一個政府 就是未來 他要把我們教 我們要怎麼管理 台灣的一個政府 所以我們在這裡設一個辦事處 這不是慶差人 他會叫去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這裡可以設辦事處 不是那麼容易 是因為我們這個團體 有自己的關係 尤其你今天來上課的表 是你精神 你醒過來了 你了解你真正的 你想要了解台灣真的對 所以你精神了 你才會來上課 他現在就是要幫助 我們這個人 來怎麼管理我們自己的台灣 這棟大人 要是不是沒那麼簡單 他門口有兩個騎衛兵 嚇清的 夫人生 帶我們的政事 還有帶收拾去去看 可以沒問題 開門開後會開 我們跟路路續續搞 路路續續搞 路路續續搞他的時候 每一個人說 要將我們台灣公民事務局 拿出來 交給所謂 他所謂 他所謂去自己用電腦 測試沒問題 都打一張團 你看我每一個人掛一張名牌 每個人掛一個名牌 我名牌我沒去拿出來 他的名牌是照你的社群證裡面的命 全部這樣打 然後第二關 他讓你名牌掛到第二關 都把他檢查 還要收拾 還要幸福 還要悄悄 看你有帶什麼武器什麼 都沒問題 他把你過 過到可以接電腦去辦公室 去我們的辦公室 辦公室都一樓一樓 每一樓都有一個會議室 他的辦公室都很小間 都一間一間 因為 他的國家很多 一樓 可能也十多間 都小間小間 但是他有一個會議室那麼大 你這個辦公室 如果需要借用 都應該借用 我們剛好那一次去 我們就用他的會議室 只有我們的臨時開會的場所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很高興了 大家都在會議室那裡 這就是政治道阿公 我剛才有跟大家說 政治道阿公 帶郵先生來聽 來聽他的演講 他就是兩千塊兩年 不然他可能兩千塊兩年 那時候 人家介紹他跟秘書人實施 他是一個高中老師提議的 他那時候有欠兩百多萬 那時候秘書人 要四個演講都要錢 也都沒有錢 他那時候說 不然他要做秘書人的帳房 秘書人沒有錢 他就要去送錢 聽說他的錢 可能也會在那裡 看 我們就在那裡開會 夫人也跟我們一起去 也是坐在那邊 大家一起開會 我們三十幾個人 很興奮 你真的看得到 你真的會辦事處 現在就是要給大家看 這台灣平民政府 你以前叫做平民政府 以前掛的名字都不改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政國代表處 這張就很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政國代表處 辦公室都沒有大樓 都一樓一樓 我們對面那樓 還有我們的一樓而已 我們這樓是 那樓外面 算那麼大樓一樓 對面那一樓 小小樓 他剛才有開門 我有看 他剛才說 他剛才說 一樓 剛才放一樓 還有一樓 他就不用大樓 只要一個人 可以在那裡 一個電話 可以辦什麼 我們每個人去 都在那裡拍照留念 大家都很高興 大家都很高興 花頭 因為 要去 要坐 坐十幾點 現在有兩樓 好辛苦 才可以到那裡 大家都 這一位 這一位是我們葉桌長 他拿早去 他拿早去 都先去把我們 處理一些 我們飯店 還有我們吃的問題 大家在那裡開門 主持 本來要走 結果 一天就說 我們隔一天要去參觀辦公室 他又樓下一天 跟我們又樓下一天 跟我們在那裡 跟我們在那裡做的 參觀辦公室 我們 剛才講的 我們的 旗子 大家簽名 這支旗子 我們放在一樓樓下 那個 醫院做辦公室 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去看 我們三十幾個 大家都在那裡簽名 留念說 我們真的有趣喔 大家 這就 這棟大樓 就讓他看 這不是空水沒錢 不是說 把他抓一抓 真的有這個東西喔 真的有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 台灣人真的不是 不是這樣 是說 我們一腳 一步一腳 他們這樣真的走下去 這是外面 他的組長外面去協 這是大樓的外觀 這台面 幾十十 美國軍事佔領的 幾十個國家 都有一台面 社會辦事處 我們在那裡拍照留念 再來 你大家不要看 那辦公室小小金錢 沒什麼 那財金多錢 一塊塊要十萬塊 好貴耶 但是 大家要搶金 也是要 也是要撐下去的 撐到美國 他宣佈 預備軍事佔領台灣 然後把國民黨請出去 我們一定要撐到那個時候 所以 現在 我跟大家 影片看完 我再來 繼續跟大家 說 美國 我們的 我們的 主席 一些宣告的 內容 他說 台灣民政府 是中心在 美國本土的 台灣 美國軍政府 其實我們 真正的名稱 叫做台灣 美國軍政府 美國在台灣 叫做台灣 美國軍事 他是美國本土 一個政府的機構 這是真正的 美國政府的機構 真正的名稱 應該是台灣 軍島 美國民政府 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軍紀 金山 和平條約定 二十三條的規定 也是 以政 學者的 占領義務 所設立的 一個諮詢機構 所以 他找到 應付費用 本來就是要讓 美國國防部 要籌播 不是 被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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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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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直接說 保佑美國 軍方你要依照 比照伊拉克平民政府的模式 當然你美國軍事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你在伊拉克有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你也有撥經費協助他們 幫助他們怎樣去成立那個政府的組織 所以我在此呼籲美軍政府應該撥經費給我們臺灣民政府 讓我們臺灣 讓我們做行政人員的幹部訓練 我現在說華裔是因為他們可能聽華語比較聽得懂 就是說我們要做行政人員的幹部訓練 要協助我們 而且請你撥經會給我們 因為我們做這個幹部訓練 一定也要發一些錢 那目前我們真的經濟很拮据 我們真的需要你來經濟援助我們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靠任何的財團 都是靠我們幾千個人 然後那個小小的力量去經營起來的 那你如果再不協助我們 我們也真的走得很困難 很困苦 怕大家都會沒有毅力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美方 你要比照伊拉克模式這樣來協助我們 我們希望你訓練我們的行政人員可以向你們訓練你們自己的 美國公務人員的方式來訓練我們 我們這三四千個人 絕對經得起你的訓練 為什麼 我們既然都肯花錢來這裡上課 然後你對我們的訓練 對我們來講是小事 我們 因為我們想希望台灣以後會更好 所以你對我們任何的訓練 我們這些人都靜得起的 我們是不怕任何的考驗的啦 這次都希望美方 美國方面 你們如果 因為你既然說 你那個法院要求你們要協助台灣人 成立我們的平民政府 協助我們怎樣管理我們的國家 那你就要真的腳踏實地的來教我們 不是讓我們在這裡撲一撲 就好像把我們丟到大海裡面 也不給我們一個虎板 那我們在那邊 虎虎撐沉 虎虎撐沉 很辛苦喔 然後繼續 我再講下一段 會中曾庚主席有發表 曾庚主席有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演講的內容 我們待會兒正一步給大家說明 曾庚主席有講到說 日清馬關條約 因為日本天皇擁有台灣平衡領土的租款 日本政府已經有鼓鼻到台灣軍縫的官學款 太平洋建進後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軍縫的官學款 但是日本天皇並沒有要求鼻 放棄台灣軍縫的領土的租款 所以日本天皇對台灣領土的租款 至今是不便 古今算好平條的也實在很清楚 在這裡要跟大家解釋就是說 日清馬關條約 它就是在清條的時候 清條跟日本有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後 清條怕輸 清條怕輸 他跟日本簽一個馬關條約 這些科研大都很清楚 我們對日本歷史 中華民國 蔣介石之前沒有把我們割 但是對他們的歷史割得很清楚 這條我們都知道 他當時剛開始他裡面的內容是說 清大清皇帝要將奉天台灣澎湖割讓給大日本大皇帝 剛開始他是這樣 後來蘇俄跟英國跳出的抗議 他說他萬國公法 你奉天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東北三神 奉天是在清條的國土 萬國公法說國土不可以因為軍事 就是你不可以因為軍事打仗 然後把領土割讓出去 領土是不能割讓的 所以因為奉天東北三神是清條的國土 所以他不能割讓 他就抗議 抗議後日本 日本天皇 他當然要依照萬國公法做 他就說對 萬國公法真的會這樣 奉天是他的國土 所以他不能接受割讓 所以他就像奉天天就清條 清條了 但是當然他也有用黃金給的補償 所以為什麼台灣和平洋可以割讓 因為台灣和平洋是清條的 擴殖地 擴殖地是比殖民地更多一級的 所以他可以割讓 他不是他的國土 所以我們台灣平洋就因為馬關天 就割讓給日本 然後日本他就開始管理台灣 然後在1937年的時候 他有 大日本有時在台灣實施環民化 這個環民化 就大家 高雷台灣人都說日語 甚至有很多家庭 叫做日語家庭 叫做國語家庭 很多都在你們台灣 門口掛一個國語家庭 他可能就有某一些補助 或是給他什麼優惠 我是不曉得 這些方面 我也不太知道 所以 再來 他在那個 我待會兒要跟大家說 他要在舊金山合約 第二世界大戰的時候 要要日本砲書 日本砲書簽舊金山合約 麥克阿索去日本接受 日本政府的投降 因為他沒辦法分身法術 所以他叫蔣介石集團 蔣介石來台灣接受 日本在台灣總督的投降 麥克阿索去日本接受 日本軍事佔領 日本給美國軍事佔領七年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因為歷史都沒有把我們教日本歷史 我們不知道 那是美術長 我就是對他走 他在演講 我知道 日本有叫美國軍事佔領七年 這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然後麥克阿索去日本成立一個日本平民政府 一樣 這都一定 國際法規定一定要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尤其呢 那時候叫做大日本 他日本的土地很大 佔領得很大 北方四島 琉球 臺灣 平鵝 當初元南 菲律賓都他的 他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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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來 他軍事佔領日本 麥克阿索 軍事佔領日本 絕對 聽說不知道 絕對的時間裡面 就修改他們日本的憲法 把日本的憲法修改變成 現在的小日本這樣 他現在的日本 他的國土只有四個島 還有一些小島 一些小島 周邊一些小島 他好像北海道 北海道 九州 四國 本州 四個大島 還有一些小小島 那個叫做小日本 他現在目前的日本的憲法就是這樣 他的管轄區才這樣 因為近前 前首相叫做麻生海人 他真的要去俄羅斯 跟俄羅斯說他要討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就是本來日本的 後來 九星山河就是第一次世界在一起 他打輸了人 結果跟俄羅斯沿著 軍事佔領去 聯合國 不能說美國 應該說聯合國 他就把日本的國土四分有力都掛掛出 北方四島的俄羅斯沿著 他知道他想要去討 結果他跟他說 你是要怎麼跟他討 結果 含日本 含日本 他的眾議院跟參議院 他都有成立 討北方四島一個特別法 結果他也沒辦法去討 他就賦予麻生太郎 權力也能去討北方四島 他算他的議員已經賦予他的走向去討 結果 俄羅斯跟他說 你憑什麼來討北方四島 結果他回來了 開始 所以他們就去研究 還派他的秘書來找我們的秘書長 去研究之後知道 哇 原來他真的沒看到他去討北方四島 為什麼 他的憲法 把他扎掉 他現在日本的憲法就是要改到小日本 他沒有載到去討 所以你看 安倍晉三 他一個洞宣首相 洞宣首相 日本首相 洞宣首相的時候 修改日本憲法 對吧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他要修改日本憲法 他要將日本憲法 把他扎掉 那不是昆仙書扎掉 他要把他修改 扎掉 變成以前的憲法 他才有權力去改以前的國家 他的國土都打回來 然後他特別方式島之後 第二樣特別方式島 他要修改憲法成功 第一個一定特別方式島 再來一定是台灣朋友 所以只要安倍晉三 他要修改憲法成功 我們台灣就是成功了 那就是我們成功那天 因為他們日本 經過第二世界大戰 美國人 美國人 可能我把他扎掉 可能我把他扎掉 都怕到 日本人現在兵得很難 要叫他過我們的旗子都不敢過 所以喔 不過安倍晉三 我相信 他日本是一個做智慧領導人 他應該也是在天皇的指示下 應該他的後面也有一個人跟他扎 做他的扣 所以他敢去做這件事 頂頂禮拜兩個禮拜前 我剛才在報紙裡面看說 新聞報導寫一個說 安倍晉三一當選首相 最主要的目標不是說 不是只要扮演日本人的經濟 日本的經濟 他說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改憲法 要恢復他們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我看一個 雖然中國人看到這個都沒有 但是我看到我很高興 總算有一個人 日本有人醒過來了 敢做這件事了 第二的林志生 日本的林志生出世了 就是安倍晉三 但是因為日本 他們現在的生理人 眼中只賺錢 日本的國家的基本道德 因為日本的生理人 古早的日本生理人的精神 跟現在的日本的生理人 好像差很多 他好像異性要賺錢要賺錢 你賺到那麼多錢 那些國家 我看不去那有什麼意思 生意人 所以現在日本的生意人 日本最重要就是他們的生理人 他的腳要賺錢 要恢復他們日本廣場 日本精神這樣夠了 不然你看他們的一些議員 都是生意人 他後面的老闆都是生意人 他後面的老闆都是生意人 他也是很 他走的路也很辛苦 所以你看他修改憲法也蠻辛苦的 到現在好像還沒有完成通過吧 再來我跟大家報告就說 美國國務院在2000控制年 有釋出關於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的一些解密資料 他美國國務院在2000控制年 他有釋出 他有說 那個 這個 當時尼克森跟季辛吉 在2000控制年的時候 尼克森跟季辛吉 他腳心 應該不是2000控制年吧 就以前尼克森當總統的時候 不是2004年 是還更久之前 他當時跟季辛吉 有想要出在台灣 中華民國共產黨 但是很幸運 日本那時候知道 他有依舊金山和平條約定是條的規定 日本政府 他雖然放棄台灣的官學款 但是台灣而已 不是祖恩來跟季辛吉所無知認知的 無主地 我們不是沒有主人 不是可以讓人 以先戰的原則 信仗信仰這個環境 單獨還是聯學過分來占而已 進入宣示主權的一個土地 所以祖恩來跟季辛吉兩個人 他是忽視了日本 已經在1945年4月7日 還有一戰爛的時候 台中台灣編入 以神聖不可分割的法定領土這個屬性 在萬國公法的架構內 日本天皇和政府 已經受到天路不可移轉的 主權義務所拘束 因此 將台灣動作無主地來處理 是沒有固有正當性的 相反的台灣 中來不是中國的法定領土 台灣中來不是中國的法定領土 所以 並沒有規範中國的必然性 我直接跟大家解釋 就是 我們一個國家 在萬國公法的架構下 就是一個國家一定有主權權利 跟主權義務有兩項 主權權利就是 不是說 把百姓收稅金 或是土地 生產 就是管理這方面 就是 它的優利這方面 就是叫做主權權利 它可以擱人 不是說 我有這間家 我這間家可以漸視做出給人 做出給人 可以做出給人 但是你對這間家的義務 還有一個叫做主權義務 你這間家做出 但是 雖然你也一樣要留 雖然處處要自己留 主權義務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意思 意思是說 你日本雖然 劍白 將台灣 先主權權利割讓出去 但是你 在萬國公法這麼說 主權義務是 你日本天皇 英文無法割出去了 那是一個 無法分割的 旗帶關係 無法分割的 在這裡 我跟大家 講一下 因為 1945年 日本天皇 其實 大家可以 他有發一個詔書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詔書 就是說 他真正從台灣 變成他們日本國土 本來我們是他的殖民地 日本的殖民地 他用殖民地的方式 跟我們經營 但是跟1945年 四月選的時候 日本天皇上說 我們台灣人已經 他把我們教化到 已經可以變成他們 日本國民 所以 他給他發一個詔書說 台灣可以有參議員 跟眾議員 去參加他們的國會 那就是正是台灣變成他的國土 在那裡有 我們就正是 他宣告這個 你想想 馬關條的時候 他當初 他說要將奉天歌出去 英國跟俄國 就跳出來抗議了 但是 但是這個 四五年 他要將台灣朋友 變成他們南部國土的延伸 沒有人抗議了 都沒有人抗議 所以台灣變成日本的國土 這是不可磨滅的 雖然蔣介石集團 都沒有幫我們教 因為他怕我們知道 他怕我們精神 知道我們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所以沒有 他占領才不會幫我們教 我們真正的歷史了 這是我們秘書長 他去網路抓 那些資料抓 抓 本來都用紙 日本人 其實幾年前年 有很多日本人 來我們這裡最可能 然後我們要送他東西 送他什麼 我們送他放理書 送他那也沒有什麼意義 譬如說 我們來送他一項 他的造書 就是 提醒他們日本人 不要忘記了 你當初的承諾是什麼 這個東西 很辛苦 本來是沒有 做的東西 本來都用做而已 很難看 要是用這樣做 送人 我們想辦法 我們第一次 一些志工 想辦法 去用電腦拍辦 花三萬幾個去拍辦 然後要去刺繡 這樣看起來很漂亮 如果是本人來 跟我們參房 或是來我們這裡上課 或是拜訪欄 我們每次都送他一個 送一個那個東西 那個好辛苦 做那個 買不到的 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發明 那時候做五十塊而已 送到出門 沒有幾塊 有說要再做 再做 不知道就是 已經經過一年多了 那阻止說 就是我們這個阿嬌小姐 那阻止都做不太漂亮 做到現在 整個月 還沒出 所以 大家可以看看 好像還有一兩塊 那就是證明 說台灣 是真的日本國土的一個證明 我們就提醒他日本人說 你不要忘記 台灣是你的國土 這就是 一家 跟大家報告的 4月1號 所以他說 那時候 周恩來跟晉星期 要將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家福岡在日本 有跳出來抗議 因為主權義務是不能割讓的 所以 台灣是有人的 我們的主人是誰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我們的主人是日本天皇 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公認 還是日本天皇的屬地 其實 蔣介石集團不在跟我們說 美國也不在跟我們說 還是 比書隊的領導人比書長 他去發掘出來 那快 用這個國 用美國的法律 我們國公會 隔壁美國 我們隔壁公公 今天這個長民 走到今天人 然後 再來就說 曾根 曾根主席 他還有說 美國總統 按照國際法 應該讓台灣人 想當年 留給人民共和國際法 領有 旅行政見 讓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法 你忘記 台灣的中國人 他的配偶 以及他的怕是哪 以中華民國國際法 跟世界人權選完 第15條的規定 每一個人 擁有一個國籍的權利 這個完全 所以他只能選 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說 蔣介石集團 他除了那六十萬 台軍 跟他的冠雄 還有他的子女 他只能選擇 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本土台灣人來說 他讓中國人 強迫在 1946年1月10號 集體規劃會 中華民國國籍 是台灣人的無難 跟不得意的選擇 這就是大家解釋說 我們的阿公阿嬤 是日本人 這大家很清楚 我說的是本土台灣人 再來我的老婆老母 也是日本人 為什麼我變中華民國人 我變中華民國人 我變中華民國人 那一定是有原因而已 因為我們給軍事占領 那軍事占領 不能夠移轉主權 照說他要給我們的阿公阿嬤 他國際法 當初清調中台灣國國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給台灣人兩年的選擇 你要留在台灣做日本台灣人 還是你要回去清朝 清國 你就可以回去 聽說那時候 有四千多個人回去 選擇要回去清調 那村的都留在台灣做日本台灣人 日本天皇就開始跟我們教養 用日本的方式教育 留在台灣的人 相同的這個 這個動力 同時 蔣介石集團 應該讓我們的阿公阿嬤 還是我們老婆老母親的人 要有 兩年的選擇 國際法 還有 國際戰爭法 你要讓那個人選擇 你要留在台灣 做印象國人 或是要回到日本 都沒有 整個都在1946年 他在1945年 1945年 十二月二五 減台灣 他的軍隊帶來台灣 他說他光復節 在下一年 整個十二月 整個都跟他們規劃 中華民國國一 他沒有讓我們兩年的選擇 所以阿公阿嬤 他根本就沒有那個選擇 這也是好家材的地方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有機會 夠贏 我可以說我要做日本人 因為當初你沒有讓我選擇 我沒有 我的阿公阿嬤 阿嬤 他沒有選擇的機會 他沒有這個權利 所以 很無奈 我變成 我變成 莫名其妙變成中國人 我要求 美方 你要主持正義 讓我們所有 本好台灣人 有兩年讓我們選擇 你想要留在台灣 做日本台灣人 或是阿公阿嬤 你要回去中國 做中國人 做中國人 這也是 說一個莫名其妙做錯 但是也是給我們 現在後台的一個選擇 一個機會 再來我們 跟大家說 因為 他中國人 是台灣領土的 是要佔領國 管理當局 照說是要美國軍事政府來佔領台灣 但是因為 他沒有辦法說 他沒有辦法說要佔日本 去管理日本 又關台灣 所以他叫蔣介石來關台灣 所以我們那時候 是變成無國籍 因為日本天皇 不知道 像我們所有六百萬人 以前 1945年 是台灣六百萬人 不到像我們六百萬人 全部都帶回日本 所以他把我們留在這裡 我們就是讓他留下來 帶不回去的人民 他的兒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叫做無國籍 他是比佔領風 法理上 本土台灣 他沒有妥協 他根本不讓我們說 不跟我們說條件 不讓我們選定 所以中國人跟台灣人 他國籍的盡控 是不能分為一談的 他 中華民國 他是 他有國籍 他中華民國國籍 他割了六十萬台軍 他只能選擇 中國人 但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不能 說只有 我只能選中國人 我不能選 做吉他 這是不能分為一談 本土台灣人 在台灣地位政政法 道路上 六十八年來 讓中國政權 強迫一行 議員跟社會 是被這些 無助人民所 他沒有參與 被占領方的立場 因為 當時 他把我們 語言跟血統的消滅 就是說 你會記得 我們那時候說謊言 那時候我讀小學 又讀小學生 都不能說台灣話 說台灣話 就要發一塊 那時候 零用錢 一天到幾個小孩 發一塊就是 一個禮拜零用錢 那不然你就要 要掛一個告白 掛一個行困 說 不能講話 或什麼 那不然就有的 女兒叫我發 說半噸 他都強迫 你一定不能說台灣話 也不能說 客家話 跟我們說 華語 現在北京話 他們說國語 你會知道 我們在家的六月 六部都說台語 說也不認真 所以也台灣國語 台灣國語 所以 我的法義 是說很差 大家不要跟我唱 他還把我們 系統的消費 就是說 他將來不要跟我們說 我們真正的身份地位 他說我們是中國人 其實 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貧富族的人 大部分都貧富族 你看 以前貧富族 是那個 祖母 都那個 女人當權 那 那個中國人 他一些 當選 當選客 來這裡是 給我們的阿公阿嬤 然後 應該是以台灣為主 應該是女方為主 應該是我們 熟悉 阿嬤這邊的 那個 那種 那不然 我們都中國人 跟我們 跟他說 我們是當選那邊國 這樣是 很奇怪的事情 這叫做 語言跟那個 血統的消滅 好 不然我們 現在成功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繼續 下一次 謝謝 各位學員 學員 學校好睡 老闆一樓的餐廳很短